自從在這個星期一 即是12月12日 開始了這個點對點的跨境六路運輸的模式之後 整體的運作大致都是暢順的 那些跨境貨車司機 在內地的作業時間就大大縮短了 由以往平均十幾個小時 就已經變到七、八個小時 點對點的運輸模式是生效以來 那個跨境貨運量都陸續回升了 由最近的平均每天八千多的車次 到昨天和前天已經回升到九千多價次 我們和廣東省政府都是密切監察著的情況 希望適時檢討一下六路運輸的情況 確保運作暢順的 要保障香港那個必需品的供應 保障產業鏈和物流鏈的運作暢順 和保障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 我就覺得會有五贏的局面 第一贏當然是香港市民 日用品、蔬菜、蓮花供應就不會缺了 也都可以減輕了一些加價的壓力 第二贏當然是瓜警貨車司機 他們的收入可以增長 也都可以減少長時間工作的疲累 第三當然就是物流業界 他們可以搶回部分生意 改善經營困難 第四、第五當然就是我們的海運界和航運界 跨境貨物回升 那個轉口量也都會回升 就可以發揮我們香港作為航運中心 和空運樞紐的作用